二、坚持服务大局 全市法院紧紧围绕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大级 积极发挥司法智能作用 服务上海创新驱动发展 依法妥善处理好企业重组、兼并、破产、强制清算等经济转型升级中发生的矛盾纠纷 积极发挥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主导作用 促进创新城市发展 共受理一审知识产权案件4709件 审结4444件 同比分别上升33.7%和26.8% 最高院发布的全国八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中 上海法院入选两件 其中 强生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的判决 被最高院认为在我国反垄断审判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加强金融海市海商案件审理 服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建设 并受理一审金融 共受理一审金融纠纷案件3.32万件 审结3.22万件 同比分别上升33.1%和30.6% 受理一审海市海商案件2,185件 审结2,189件 同比分别下降2.8%和2.7% 服务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 加强司法服务保障专题调研 制定了上海法院服务保障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的意见 强化审判机构建设 2013年11月5日成立了自由贸易区法庭 至12月底共设立案件50件 审结5件